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主持人Katy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報166.5點 按週微跌0.19% 比年初升了接近6% 反映樓市已經全面回亂 今天很高興 除了繼續有私生在 也邀請到中原移民顧問董事總經理許大偉先生 和我們一起談 兩位你們好 你好 大家好 政府為了吸引海外專才定居 推出了高端人才的通行證計劃 海外人士在香港買樓定居7年後 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他們可以退回額外的印花稅 這個措施對於海外人才來說 兩位覺得有沒有吸引力 其實這個計劃是去年施政報告10月份公佈 其實他也不只是針對高財通 因為推出那時候高財通是沒有的 其實他涵蓋的內容都幾多 因為輸入人才 非本地生畢業和優才都適合這個計劃 總括來說7類人可以退稅 就是不包括以前我們熟悉的投資移民 其實這個計劃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首先你要先進入7類人的門檻 然後7年後你成為永居才可以退稅 當然有我們接觸的客人 其實很多人都不想給辣椒 但他又符合退稅的身份 他都不介意這個時刻去賣樓 然後等7年後他有身份去退稅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是幫到香港樓市一些助力 我自己就覺得退稅當然是一個幫助 但是來不來香港生活 在不在香港買樓 就會有超越這個純粹稅問題的考慮 如果他本身都不打算來香港生活 不打算在香港投資的話 如果你有稅退 他不會為了攤你的稅 去做這麼大的投資 所以你說對樓市有沒有幫助 是少許 如果其他因素不是轉強的話 單靠這個因素是不足夠的 這段時間樓市能夠有這麼大的反彈 我相信防疫政策的調整 中國的經濟回暖 起的作用是更加大的 不過上星期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都有輕微回落 其實都反映樓價升了6%之後 其實就可能開始出現 即是損盤不足 那些好彈珍持的情況 又再出現 因為之前是在10月11月曾經跌得比較深的 所以多了很多抵賣的盤 又加上市場回暖 消耗了一批之前積累下來的購買力 現在在這個水平 剩下的盤又貴了一點 要爭持 看看這次較量的結果 哪邊勝出 如果是賣方勝出的 那買家就要追 如果是買家那邊勝出的 業主可能都要調低少少價錢去遷 但是暫時都是業主那邊的勢比較強 不過補充一點 其實去年12月底 高財通正式開始之後 反應基本上在市場來說 是一個非常熱的主題 尤其是在國內來說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短短三個月 申請數字基本上誇張得很厲害 我們自己看申請號碼去到九萬多 代表可能是以一個人兩個人為單位的話 在這三個月內已經短短有三萬多人 可能申請了 這件事來說 可能也會幫到香港 我們說多些人才來香港 自然他來到香港的話 某程度上不要先賣樓 他一定要住 所以租樓相關的東西 都對樓市會多了少少薪力均 因為高財通的特色 跟我們以前做的移民政策不同 就是他批的時間很快 我們有些個案是24小時可以批 某程度上真的多了一個人會來香港 如果純粹從數字這樣說 就很可怕 因為香港一年的私人市場 落成量都是一萬多二萬個單位 如果有九萬個號碼 當你三個人一個家庭 而且這些新的年輕的 可能兩個人一個家庭 都四萬多個 足夠你兩年多三年的供應 都不夠他消耗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這個數字是很大的 絕對 因為其實回想我們現在 也有另一個題目 接下來會其中成為香港很多人談論 就是投資移民重開 其實投資移民 我們看回2015年那時停 其實大概計劃都行了很久 那時都是三萬多宗的申請 算效 基本上整個計劃 由開始 由沙士到停止 三萬多宗申請 但他帶來的資金是三千億 其實人與量和金錢進來很重要 但今次高財通和投資移民不同的一件事 當然有些投資移民未必在香港長住 但高財通這個計劃 是要求他在香港做事 或者自己開公司 所以剛才施生所說 來了那麼多人 真的有機會在香港生活 我想對房地產市場來說 的助力 一定起碼 信心會正面一點 兩位提到投資移民 其實早前新加坡 都大幅提高了投資移民的門檻 入場費由250萬波子 升到1000萬波子 此消比獎下 會否令到海外投資者轉移去投資香港 我自己的看法是本身新加坡移民政策 與現在我們想搶人材有點不一樣 因為發展到今時今日 你見到他將250萬波子調到1000萬 是實質地去當地經營的要求 但如果我們經常都說香港 昨天好像剛剛開完會 是說加辦這件事 他已經將加辦投資移民提升到2億個AUM 而普通的加辦都是2000萬波子 入場至5000萬波子 可以看出一件事 就是本身新加坡現在的人材政策 要一些很高端的老闆 非常多錢的人去 而另外一些我們說 現在還有沒有中產普羅大眾過去 確實這兩年來講 因為很多金融機構搬到新加坡 確實我都會見到突然間會有些RM 即是在那邊的銀行是香港人 他們要過去其實門檻都比以前高了 我們叫做EP 其實現在EP的要求 都要5、6千元波子才能過去 甚至乎我們現在新加坡 去年也有個program叫One Pass One Pass是每個月月薪要有3萬元波子 這些是一步到位的一些特別批利的 快速過去的一些高端人才 即是我們叫高端打工仔 你可以見到其實新加坡現在要的人 已經可能某程度上 他不是說什麼人都收 因為回想可能20、30年前 我自己身邊朋友 在香港做化妝美容 是很容易過到新加坡 但其實你現在要想 你要過新加坡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總括來說 我自己覺得現在新加坡都很明確 他要搶高端人才 即是高端老闆的錢 跟香港現階段來說 可能更多高財通 吸入中產人士 是有少許分別 香港其實跟新加坡 一直都好像處於一個競爭的局勢 其實新加坡近年都接收了不少 由香港撤出的資金人才 香港政府積極搶企業 搶人才的措施下 那個情況會否有所逆轉 其實如果今次政府 亦都很認真地去做高財通這個計劃 甚至乎之前我們說的 優秀人才計劃都放鬆了 因為以前我們都經常聽這個計劃 其實每個季度批出來都是幾百宗 但我會見到近來 相對來說批出來的數字也多了 因為以前我們真的有些客人去做優材計劃 就算它雙層 都不批 就要看本身的政府 香港人才清單 合不合得到 所以其實不代表是很容易來到香港 但見到因為始終現在人口 我們看2019年香港人口 大概750萬760萬 跌到現在去年的年底是730萬 你見到真的走了一批人 所以其實政府亦都急著有些人要填補這個缺口 所以我覺得政府有為去做 確實是會吸引多了人來 因為其實國內都很多 我們叫青年才中 他都是想來香港 但外於以前投資移民計劃停了之後 其實來香港就相對沒有那麼容易 也都相對量是少了 現在這次看法就逐步逐步開通 高財通之後又說投資移民有機會 我相信都會慢慢去 fill up 而回到新加坡人口政策 他都比較明確 因為以前新加坡人口一直都是少過香港 現在其實不說不知 其實去年來講 新加坡人口已經去到差不多接近600萬 就未去到600萬 他有個計劃是2030年要去到700萬 你想想新加坡地有少過香港 但他人口政策一直就著這個方向走 他都希望吸引一些有技術的 有錢的去到新加坡 所以兩者來說 我覺得暫時在人才方面 大家兩條路去走 接下來香港都想吸一些高端的 老闆級來香港 我覺得就拭目以待 從新加坡移民政策的門檻提高 某種程度顯示 新加坡的競爭力強了 你搶人才最好不是靠門檻降低 門檻降低是一種人為競爭的方法 最好就是你本身這個地方 你營商環境好 生活的感覺良好 人們來到有得發展 這樣你就會吸引人來 你吸引人來的能力越高 你的門檻可以提升一些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競爭 就不能夠停留在鬥便宜 要本身整個城市的競爭能力 管治能力 生活環境都給別人優勝 你才可以吸引高端的人才 因為這幾年新加坡 很多在全世界排名榜 他都是頭幾名的 現在金融中心地位 好像他排第三 我們排第四 看誰排 但這也是值得香港要警惕的地方 接下來香港政府有什麼政策 令我們急起直追 我們都拭目以待 今天很感謝兩位的分享 我們下次樓市事件再見